你怎么了 不知道为什么 前夫给我买蛋糕 我喝了电筒 你怎么喝了 因为昨天我哭着的时候 就是每日喝了个粗糊 前夫今天给我买蛋糕 我吃了 开头 拿一张餐厅自己妈妈 我这个感觉 原来 这个也会有人偷使我 那种感觉知道吗 开头你跟阿伯说 跟阿伯说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没事没事 你不要哭了 没关系没关系 我最怕人家对我好 知道吗 我跟人家对我好 那你家里就很赌呢 我所有人都说你赌呢 你和我家一种呢 大家好我是中文家庭的样样 好久没用这个开场白了 我弟昨天晚上大哭了一场 我猜到他是为什么哭 最近这大半年 我们家我弟身上 发生了很多事情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 我弟离婚了 这不是剧本 也不是假离婚 我也没那么大的本事 能去下这么一大盘棋 很多人好奇 为什么阿宝在日本 待14天就回国了 他把昆山的工作不是辞掉了吗 为什么没有留在日本工作 也有人说阿宝不负责任 孩子妈妈不要 爸爸也不管 就丢给奶奶一个病人 去带两个孩子 说两个孩子可怜 关于这些问题呢 呀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一下 首先阿宝这次来日本呢 我给他办的是旅游签证 旅游签证呢他只能待14天 日本不是说向大家 跨个省去玩 你想待多久就能待多久的 如果我给他办探亲签证的话 他大概能待三个月的样子 那为什么我没有给他办探亲签证 首先探亲签证呢需要提交的资料呢比较多 当时感觉有点麻烦 那旅游签证很简单 再一个呢就是阿宝呢 他从来没有来过日本 我担心他一下子在这边待三个月啊 怕他不适应 因为我在日本生活了快十年 我对日本算是有一定的了解 我跟我弟呢都是喜欢热闹 人多的环境 以前跟大家说过 我在生洋想之前呢 因为我对日本的各种不习惯 加上夫妻感情呢 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数次想过离婚回国 所以呢我不能一下子让阿宝呢 在日本待太长时间 再加上侄子侄女呢 一下子三个月见不到爸爸呢 感觉也不好 所以呢我最终呢就是给他办了旅游签证 阿宝辞掉昆山的工作 跟来日本没有必然联系 不管他来不来日本 他昆山的工作都必须要辞掉 要么留在南京在南京发展 或者是来日本 我这次带他来日本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让他用自己的眼睛 心去感受这个地方 到底怎么样 他能不能适应在日本生活 从而考虑以后 要不要留在日本 他来日本的前一周呢 我故意不带他出去玩 如果一开始就是各种玩 感受不到在日本的这种孤独感 旅游跟定居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他克服不了这种孤独感 那将来他就很难在日本生活 带他来日本的另一个想法呢 就是我想让他亲眼看看我的生活 我是怎么跟我老公 还有我的公婆去相处的 嗯 他之前的生活方式呢 有很多方面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 我看到阿宝的评论区 还有我的评论区 说阿宝是马宝男 所以才会离婚 什么都听阿呀妈妈的什么的 我想说我弟不是马宝男 他是一个十足的恋爱佬 如果他是马宝男 他就不会在我们全家的反对下 在我家给他南京全款买的房子上 还要坚持加上别人的名字 也不会每个月工资全部上交 家里存款有多少 存在哪家银行 银行密码通通都不知道 这样的一个人 他怎么可能是马宝男呢 很多事情我不说 我要让他用他的心去感受 用他的眼睛去看 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 家庭氛围 绝对是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付出 并且都在努力扮演好各自的角色 全家一颗心在一起 做任何事都要有自己的底线跟原则 我婆婆对我很好 但我婆婆也有她的底线跟原则 在她利所能及的范围内 每天帮我带三四个小时养想 要是我把养想一直甩手给她 那是不可能的 我也没有因为自己能经济独立 又生了两个孩子就失宠而交 我对我功夫还是一如既往的敬重 她接下来的走向我给她规划了好几种 第一种她要是以后愿意再来日本 并且留在日本的话 签证这些我都可以给她办 她可以在日本一边工作一边学日语 工作呢我也帮她找好了 是我认识的一个品牌方 里面好几个都是中国人 也不用担心沟通不了 等她有能力呢 她一个人搬出去住也行 稳定下来再把孩子接到这边来读书 第二种呢就是留在南京 或者带孩子回老家上学都行 她现在可以一边做自媒体 一边做我的助理我会付她工资 让她帮我处理我公司的一些事 包括我的商务对接 她要是有那么一天 能自己职购待会那更好 不行的话不管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她都不用担心生活问题 我的公司本来就要找人付别人工资 那干嘛不找她 过段时间我还打算送她去广州那边去学习电商 包括团队配合等等 因为接下来我想在日本组建我自己的团队 所以不管是为我还是为了她自己 都要送她出去学习一段时间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对我弟的人生干预了太多 我想说受人以余不如受人以余 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希望她能尽早读到一面 但是在这之前我必须要教会她很多本领 她以前一直在模具厂上班 不跟外界打交道 所以她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现在有我带着她 我会把我所知道的我的经验都会分享给她 让她尽可能的少走一些弯路 能走的更加顺畅一些 说真心话 你们以为我做这些没有压力吗 过年前我跟她说 让她辞掉昆山的工作到我的公司来 当时我的压力其实很大很大 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 因为评论局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说阿宝不行一看就没用 娶了个安徽女人就等于娶了她全家 说我应该照顾好我自己的小家庭就好 不要管娘家的事 再加上我的公司是刚刚起步 还没有盈利 我怕我自己带不好她 怕她的收入不如在昆山多 一个月拿不到一万怎么办 等等等等 最终我还是决定要放手一搏 既然想做事就不能前怕难后怕火 是了我还有一半成功的可能性 不是那就注定是失败的 她辞职后呢我只对她说了一句话 就是呢我希望她不要让我失败 更加不要让她自己失败 我很幸运我的老公公婆 都很支持我这样去做 我想应该是他们跟我一样 我们都是很重视亲情的人 我要是能做到只图自己开心 过得安逸 对自己的手足父母置之不理 那我公婆还会相信将来有一天 他们需要我照顾的时候 我会去照顾他们吗 关于阿宝现在不能陪伴孩子的事 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 对他来讲完全是陌生的一个 新的工作领域 包括将来的人生规划 以及未来孩子的教育 生活环境孝敬父母 这些都是需要经济去支撑去实现的 而不是光喊口号 我要去陪伴孩子 我要怎么去孝顺我的父母 没钱你拿什么去陪伴孩子 拿什么去孝敬你的父母 一切都是空谈 所以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以后能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生活在一起 所以现在呢他必须要拼搏去努力 才能帮助去 但是我们再来 你先把这些人的生活